2020年人口普查将会影响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、医疗、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my2020census.gov参与普查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8万1千人 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 虽然美国确诊总数及死亡总数世界第一 但美国每10万人的死亡率数仍低于欧洲国家 如只按东部数据计算 每10万人死亡率则超过欧洲 传染病专家福奇向国会作证 各州汉城市开放太快面临严重后果 加州虽重开部分商业 洛杉矶县称15日到期的居家令将延长3个月 三藩市湾区居家令目前维持至5月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